圣王 我也没时间跟你纠缠了 就让你第一个成长 明天先不及气得厉害 元气化形 这怎么可能 就连我无凭元气都无意做到 剑下 旗帮军 剑下 大军 二千 三千 三千 玄芒吞天兽 给我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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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了 比起差点的吞进 这小子太古怪了 还是先比起风马 等人气恢复再来杀他 现在想逃 迟了 这 这是 这是什么 快 快灌出我的身体 这隐隐还真厉害 不但增幅了元气 还把元气里蕴含的怨龙毒爷给增幅了 连太初境斩杀了 都是一击必杀 王将军救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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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竟然斩杀了一名太初境 兄弟们 大家一起杀 剪灭这群异贼 杀 杀 杀 怎么可能 林宁和王朝天都死了 王朝天已经辅诛 现在该你受手了 这周晕还真是个火态 接下来不管他加入何处斩杀 现实都对我方不愈异 你还 本王面前还敢分心 周琪 你不要太得意了 你的局面越来越差了 再分身 马上连命都没有了 必须尽快解决掉重情 实在不行 你也知道都用底牌了 快把上远都扶进城 快 快点 心情明明感受到了优微的气息 殿下 陆统领 多亏了苏姑娘力往狂澜 这座城门我们守住了 辛苦了 对了 又微呢 刚才还昏倒在这里 怎么不见了 难道又微醒来自己走了 不好 什么消耗太大 殿下 你怎么了 殿下 殿下 看来坚持不了太久了 必须尽快再解决一个太初见 才能真正扭转局面 殿下 别太勉强了 没事 其余各处战况如何 我要尽快再结我一座城门 从情报看 屯屯那边优势最明显 殿下去帮他 应该很快就能解决对方的太初经 敬下 终于 可以开始修炼祖母精了 一条巨马而已 在这里 没有你撒眼的资格 这就是通天玄芒器 那圣龙器预若属于我 我定能将它再拿回来 皇上 多年不见 也来无恙 你们这六个叛贼 也还敢现身 哪怕算上摇摇姑娘和吞吞 我们也就五位太处境 还有两道城门 仍会暴露在 其逆的太处境危险之下 必须设法对付那两个太处境 否则他们自已出手 一旦攻破那两道城门 我们必败无疑 皇上 我和陆统领多带些天关镜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也会设法拖着一位太处境强者 即便如此 也还有一道城门的缺口 父王 剩下的那个太处境强者 我来想办法对付 你 父王 相信我 我自有办法 快 快点 那边 这个把这边 迅速行电中间 是 过去 你要如何对付太处境强者 以你现在的神魂竞技 如果强行启动盈利 你撑不了多久 瑶瑶姐难道你忘了 我还有一张底牌吗 我还是不赞成 那东西若是使用不慎 你的神魂会遭受重创呢 若是大洲覆灭了 神魂又没有被重创 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这圣龙之路如临渊而行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或许这就是考验吧 考验我究竟是不是那真正的圣母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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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雲儿 这一战 我们仅仁是听天命 若是势不可违 你就带着夭夭离开 只要你还在 大洲就还在 父王放心 大洲城 破不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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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边 快 快 这小女娃 大也还灵厉 这个方向 莫不是要去战场 只是这等实力 岂不是与宋子无异啊 周晴 半天时间到了 你可是准备开门投降了 想吃下大周 尽管来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些腻子的牙口有多好 周晴 给你活路你不走 那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了 今天 我就要整个大周皇室 为我儿子陪葬 诸军听令 各自率军进攻 是 启元果然要对我们的城门分而破旨 麻烦可为了 是 妖妖姐 小心点 想要破大周城 就看你们准备拿多少命来填 启元 Separation 宇宏 五元 坐索 冲天上 宇宇 你踩一个 宇宇 ��은一手 不幸 是 启元 不幸 谁 快 海 路 出 tämä 非 车 doctors 周琪 说是你不够聪明 我立刻带着大舟皇室 掩命起来 或许才能狗技逃生 好有反骨的逆贼 自乎臣王外套 今日中火不离了 史书上只会说我齐渊顺应天命 看出无能之王 谁会再火着江山 你是怎么得来的 就怕你没这个能耐 若是你全盛时期 我还真没这个能耐 但今时 往事了 一群大规模接近 准备迎战 快 身体防护器 加弓防御 按照之前的部署 弓箭手准备顺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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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那是什么 是太出镜元寿 帮我们的吗 哪来的太出镜元寿 优先瞄准攻城士兵 禁卫军准备迎敌 是 放 大洲看来是真美丽的 竟派一个小子来守城 听说你以前也是大洲臣 新主带你如何呀 你就是那个 出生就有圣龙弃运的大洲殿下了 可惜 事实证明 你只是一条假龙 非 假龙也好 废龙也罢 总比死人好一点 一个氧气净小子 竟敢如此猖狂 看来你还真当自己是圣龙了 强行提升神魂吗 如果这就是你的女牌 你也必死无疑 赢 赢 赢 好 到哪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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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子 是一人不得手的 嗯 你把我堂堂叹初几 会连你这个小孩都对付不了吗 嗯 嗯 野风千人 嗯 这人气竟比大猪王氏的银雷气还强 黄金印 快人数 钢锋找 小子 你缠组又如何 少了一闻才出境 那西北门可是快要破 狂帝也敢当车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放手 拦住他 一起上 别让他靠近上门 不凭你 不 不想死就给我滚 你 疯狂他 不想死就要死了 不想死了 还没有 快你 来 冷 闫 你以为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但那又如何 我们必须拖住你 必须守住这座城门 因为我们 男是大洲之将 身后 是大洲的万千子民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 你就休想踏进城门半步 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 放心吧 陆天山 周青很快也会来陪你的 放开 是你在说话 苏姑娘快走 区区一个氧气净的小丫头 也敢踏上战场 陆同林 没想到啊 当年鼎盛的大洲 居然落魄到如此地 尤为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冲伏城 与其死在这里 不如跟我回大午 给我当个宠妾 杨明剑 我知道你喜欢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想要保护大家 我想要帮殿下 守住这里 杨明 请你把力量 与我 前远兵 这丫头怎么可能有前远兵 陛下 是你让我拥有了如今的一切 你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力 勇为 扶你为报 勇为 快驻走 只能请我所有 只能守住这里 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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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阵城门 你进不去 杨明 谢谢你 殿下 我替你 守住了 灵将军居然败了 快跑 快跑 这是 幼威的气息 灵年的气息消失了 幼威 谢谢 接下来 好好打一场 这玉牌上面的原文 应该就是开启这原文鞋记的钥匙 那就是战魁宗 曾经的辉煌吧 八万万岁 生灵皆灭 这是 一颗液体球 却然变成战甲了 它不是战甲 看来你果然厉害 以后就叫你隐隐吧 我爹去查探这么久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怕就怕原文鞋记突然爆炸 魏苍兰正好查探到那儿了 岂不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黑毒王 你说什么 我只是跟你一样 关心令尊和殿下的安危罢的 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你这老毒物的关心了 爹 魏苍兰 你怎么不去保护殿下 就这样回来 万一殿下出师了可怎么办 放心吧 我看到殿下他们往这边过来 你不会失去殿下这个主人的 让各位久等了 殿下 殿下 好而死了呢 再说一遍 属下该死 但大公子他确实是被周元所伤 怎么可能 就算魏苍兰牵制了黑毒王 但以浩尔养其静后期的实力 怎么会死在周元树上 那控魂敌呢 浩尔不是能控制那头巨蟒詹魁吗 周元身边带着一头小兽 竟有太出镜实力 把巨蟒詹魁给打坏了 太出镜 是 而且周元身边那个轻衣少女的原文造诣极高 能刻画出四平原文 不可能 皇室若拥有这些力量 早就对我们齐王府下手了 属下句句属实啊 王爷 你怎么经皇室实力大掌 还拉网了魏苍兰 若等他们回来 必然联合周晴对您下手 我们必须早做打算 我还真小瞧了周晴 没想到皇室竟然有翻身的迹象 杀此之仇 不共戴天 浩尔 父王会用周元的命 来为你陪葬 我们马上归起去 整兵 讨伐大掌 是 那柳红那边 他知道怎么做的 小畜生 敢杀我儿 这次我要灭你全族 周王残暴不仁 魂庸无能 知识大掌传破 万千属民蒙尘兽 今末其冤 顺天应命 骑兵伐周 九万民与倒权 一战 定天下 王上 齐王公然反叛 罪大恶极 必应全力争讨 臣 愿为先锋 为王上 征讨叛贼 王上 老臣以为 楚天阳此举 恐陷大周 于水深火热 老臣有一戒 微苍蓝 拥兵自重 不听王命疑解 此次 必定不会出兵平乱 师子强主 我大周 断不胜过 齐王的把握 与其最后落个 城破国面的下场 倒不如先将齐郡等地 割让于他 安抚其心 再与之一合 以保我大周百姓 不受生灵涂炭之苦 柳侯 你来大周重镇 如此割地求和的话 亏你说得出口 那我问你们 你们谁有把握 抵挡其王攻势 你 还是你 柳侯这样说 也是为了大举着想 是 没错 人说的 是 谁能击败 他却把握 一切 大招就莫了 王上 这是老臣的一片 废腐之眼 请王上定夺 以柳侯之意 本王投降齐王 岂不更好 王上 兵凶战威 复国难策 还请王上三思 给大周子民留一条活路 请王上三思 给大周子民留一条活路 你们 如今齐王要灭我大周 竟还有人想要讨好那叛贼 父王 割地求和之人 想来都是内应 应当等同叛国罪 加以严惩 参见父王 殿下言过了 老臣等人说的 都是审时夺势之言 并无私心 殿下年纪尚浅 对局势看不透 还请谨言慎行 免得给大周招来灾祸 是啊 殿下这话说得太清帆 我知大事 岂是儿戏 柳侯自认看透局势 那我问你 齐渊为何要连夜逃离大周城 难不成和殿下有关 殿下这也太自以为是 区区一个氧气境 如何能让齐王不敢待在大周城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殿下 朝堂之上 可容不得信口开门 有请魏将军 殿下 大将军 此次齐号被杀 火灵虽又落在我们手中 我觉得齐渊不会善罢甘休 恐怕很快就要造反了 我希望大将军 能够站到大周皇室这边 殿下放心 我乃大周之将 为大周铲除叛贼 责物旁贷 我将魏苍蓝 以往执迷不悟 幸亏殿下点醒 以后 定当与殿下一起 为王上奔忧解难 讨平起你 好 很好 魏将军 快平身 魏将军 有魏将军秦王 我大周确实身为大振 但想平叛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毕竟齐王背后 听说可是有大武在暗中支持 说得也是 所以我还多带了个人 好神人的气息啊 看起来不像无名之辈 我大周黑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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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退开 大胆黑毒王 竟敢擅闯抄腾 以图不毁 我护下 我大周黑毒王 黑毒王 朝堂之上不得放肆 是 殿下 见了我父王 还不快行礼 黑毒城城主 今日特来投靠大周 愿效全马之劳 往大周不弃 予以接纳 这 他是来投国 是来投毒城的 这怎么会呢 看样子 是殿下招揽过来的 嗯 殿下 那我就留下来 盯住黑渊的各方势力 免得到时候 他们趁大周有事 到处生乱 黑城主 以你的实力 留在黑渊太取材了 还是跟我回大周城吧 是 起来吧 我这趟去黑渊 不但拿到了火灵碎 还请来了 魏将军与黑城主 供获大周 长治久安 这一切 才是齐渊 连夜逃走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 自己大势已去 现在不凡 就彻底没戏了 柳侯 现在你还觉得 我对局势不明吗 这 就当老臣年老昏溃 不识大局 但 殿下朝堂之上 纵人情凶 究竟是不识大局 还是故意配合 齐渊布局呢 我可是听说 柳侯一直跟齐王府 关系不错 殿下 这是谣言 老臣一生 对大周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 大周这边 管割地求和 叫做鞠躬尽瘁吗 老臣自问 无愧于大周 皇上 老臣 周围 你们是向割地求和 当个懦夫 还是讨灭逆贼 建功立业 楚天阳 愿为大周 讨灭逆贼 以朕大周国威 臣愿为大周 讨灭逆贼 以朕大周国威 臣愿为大周 讨灭逆贼 以朕大周国威 众亲听令 即日起 恪守本职 整顿战败 绝不让任何人 再燃指我大周疆土 是 是 至于柳侯 这段时间 你就在家休息 没有允许 不得出府 是 老企业 要打仗了 还不跑啊 我看怕不是已经饿死了 别管那闲事 快走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走走走 想不到这一天还是来了 老爷爷 您饿了吧 吃点东西 没想到 竟会在这偏僻之地 遇到一个阴阳起伏 有趣 有趣哦 其实这次 如果不是姚姚姐和吞吞 我不仅无法相抚黑毒王 恐怕连魏将军 都不见得会参与此事 姚姚真是咱们周家的贵人 也不知该如何感谢她 若是父王有心 就把你珍藏的佳酿 都给姚姚姐 她想必也会很高兴 行 都给她便是 父王 放心吧 我们大叔不会有事 当年我还小 只能由你们来保护 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想做什么 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他们从我们这里夺走的 我都会拿回来 原儿长大了 现在 就从齐王府开始吧 王上 齐王派人送来战术 这逆贼 好嚣张的气 很好玩 我没见过 我都想要他 我都想要他 长大了 他对了 大了 我都想要你 我都想要他 我都想要他 他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